先進去 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們先講訪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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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鴻海創辦人郭台明宣布參選後 應計程車駕駛工會邀請 首次與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同場 但互動時間不到30秒 郭台明事後也發文希望 有機會再找柯文哲喝奶茶 藍白整合挑戰人多 根據媒體Newtalk手機簡訊民調 發現在四人角逐下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已33.33% 勝過柯文哲的20.97% 郭台明的20.02% 以及侯友宜的18.14% 賴清德領先第二名的柯文哲 達12.36% 不過民調指出 郭台明投入選舉 除了造成柯文哲的年輕族群 受到分票外 這兩個月的選情變化 其次主要是綠營 賴清德自己正面成長5.07% 非綠聯盟的分裂 僅讓三人總支持度減少0.58%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一豪 陳真 台灣台北報導 大家來開閉 大家來開閉